8月16日的收市廣播 今天恒生指数又是反复偏面 收市跌了210点至26181点 成交方面只有一千三百多亿 上升官有七百多个 下期也有九百多个 今天重磅的蓝筹股都是向下 因为今早有些消息 内地可能有发声音 对互联网的游戏企业来说 可能有些对他们的认问和情况都有些声音 市场担心监管的风暴也会继续延续 所以来说也拖累了重磅的蓝筹股的表现 以腾讯为例 今天来说跌了3% 报453.8 另外美团来说跌了5% 阿里巴巴也是跌了2%报180元 下星期才公布业绩的小米来说也跌了2.4% 看到图表也挺差的 连跌了4天 除了科技股比较弱之外 今天强势的汽车股也变弱了 调整也挺深的 吉利汽车今天跌了7% 下部26.55元 1211比较迫7% 23333 长期也跌4% 那为什么汽车股会突然间回落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中国汽车业绩都公布了 在巴尔尚顺来说 整体汽车销售来说 按年跌了3.4% 所以市场都担心 内地经济会在目前来说 开始看到一些放缓的情况 所以来说 市场都担心 早前热炒汽车股的情况 能不能继续呢 所以汽车股今天也要借势回吐 其他的版法来说 普遍都没什么动动 回吐的比较多 唯一要说的就是个别的股份 例如6.9% 上星期公布业绩之后 一棍抽了上去之后 今天再升了4% 普遍了871.9% 另外19号泰股A 今天再升3% 另一只来说就是992 联赏今天升了4% 手势上仍然有继续向上的势头出现了 为什么特别说这三只呢 因为全部都是在上星期公布的业绩股 另一只业绩股也可以说一下 三角龙八 招行 其实业绩都比市场预期好 但是今天来说就没什么变动 只管留意一下最新的大行对它的看法是怎么样 刚才所说的几只业绩股来说都能够逆市向上 主要来说业绩是比市场预期好 而且都不是个机架板块来说 都完全不受内地的监管因素和影响 所以来说形势都是继续 在业绩期都是继续炒股不炒市 比如今天来说今晚会公布的业绩的蓝筹股 例如2382 信与光学 但是信与光学来说近来的走势一般 也会跌了2.4%至216.6% 都担心业绩之后会不会出现健康死的情况 另外明天就会有1299 有邦 有邦今天就升1.2% 留意一下 有邦来说就是重磅的蓝筹股 但是其实都是80多90多元上上落落 都没有一个突破的情况 因为始终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内地 就是本地来说就和内地未正式开通关 所以来说内地人仍然未可以 是下来买补颜的产品 第一就是制约了充气的情况 第二个情况就是虽然内地业务本身做得好 但是来说这个Delta病毒在内地开始是有万年的迹象 所以事业都担心会不会影响到内地的增长的势头 这方面来说都要看明天的业绩和报告会如何出来 如何去平价 就星期三有吉利和古王腾讯 这几天要密切留意重磅的股份 如果业绩好的市场 而有资金追捧的话 可能有点炒的一个 莫里的一个机会 希望大家多加留意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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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